他花了两英镑给女儿买巧克力 又雇了两千多名工人来拆包装 只为给女儿找到一张黄金做的入场券 因为这种奖券全世界有且仅有五张 他发行于全世界最大的巧克力工厂 然而谁也没见过工厂背后的老板 更没人知道他那些神奇的糖果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自从工厂建成的二十多年来 每天都能看到各类糖果源源不断地从工厂运出 但却没有看到过一个员工进出工厂 所有人都想知道工厂里面的秘密 现如今只要得到一张金奖券 不仅能进入工厂内部参观一天 老板旺卡更是准备了一份终极大奖 所以当黄金奖券的消息被公布后 世界各地的大人小孩全都为之沸腾 在带有金奖券的巧克力上市当天 他们更是蜂拥着几斤哥哥商场 趋之若无地奔向旺卡巧克力 很快奖券得主也陆续被报道了出来 第一位是来自德国的小男孩小胖 他哭爱吃甜食几乎每天都要吃上几百块巧克力 父母不仅不阻止反而还把纵容当成爱的表现 起初小胖根本没发现奖券的存在 还差点把奖券吃进了肚子里 他能获奖全靠一个能吃的本领 当记者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只见他又拿起一块巧克力直接炫了起来 第二位是来自英国的富家小公主 他从小教生惯养索取无度 父亲对他也是有求必应 只要他想要的哪怕是天上的星星 父亲也都会想办法给他摘下来 更何况一个小小的金奖券 毕竟在他们看来超能力可以解决一切 然而当小公主刚拿到金奖券的那一刻 立马收起了他那标准的假校 紧接着又向富豪老爹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位是来自美国的金发女孩 在母亲的影响和教导下 他事事都要争第一 两个成年人都能瞬间被他给干趴下 家里的263座奖杯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仅如此为了拿到一个世界纪录 他愣是把一块口香糖嚼了三个多月 这次的金奖券他本来也不感兴趣 但听说最后只有一个人能获得神秘大奖时 他立刻被激起了胜负欲 还信誓旦旦的说那个人一定是我 第四位是个智商极高但极其自负的小学霸 一边接受采访还在一边打游戏 他说中奖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智力 我就是根据制造日期以及日经指数的导数值 准确计算出了奖券在哪块巧克力中 这其实很简单就连智障都能算出来 至此只剩下最后一张金奖却没被找到 而此时坐在电视机前的查理羡慕极了 因为爱吃巧克力的他 一直都对旺卡巧克力工厂非常感兴趣 甚至还亲手搭建了一个工厂模型 可他家里实在太穷了 一家七口全都住在一座快要倒塌的破房子里 里面更是家徒四壁破败不堪 甚至为了能暖和一点 家中的四个老人全都挤到了一张床上 共同盖着一床厚一点的面被 查理父母则睡在破旧的桌子和板凳上 而查理则睡在四处楼锋的阁楼里 他们的一日三餐也很寡淡 不是菜业就是菜帮 要么就是拿卷新菜煮汤 只有在查理生日时 妈妈才舍得买一块巧克力当作礼物 不过虽然日子过得贫苦 但家庭氛围却又格外温馨 爷爷经常给查理讲述 网卡工厂里的故事 原来他曾是网卡工厂的第一批员工 他亲眼看着工厂逐渐壮大 还说老板网卡被人们称之为天才 是因为他满脑子奇思妙想 生产出来的糖果也颇为神奇 比如有可以孵化出小鸟的巧克力蛋 有好几个小时不会融化的冰激凌 还要能吹出比人还大的泡泡糖 不仅如此 网卡还曾受印度王子的邀请 打造了一座纯巧克力宫殿 里面的砖式巧克力块混凝土是巧克力酱 所有墙壁天花板 甚至地毯家具 也全都是巧克力做的 完工后印度王子非常满意 但网卡提醒他宫殿毕竟是巧克力做的 必须赶在融化之前吃掉它 可王子却怎么都舍不得吃 甚至还不顾劝阻跟爱妃住在了里面 然而不久后 由于烈日的不断暴晒 宫殿最后全部化成了巧克力汤 王子和他的爱妃还险些嗓命 虽然有这样一个负面影响 但网卡巧夺天宫的设计 还是让他成了行业大佬 他的工厂也日一壮大起来 可疏大难免招风 引人嫉妒 其他巧克力制造商开始 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 偷偷派人窃取了 网卡巧克力的米方 导致大街上各种各样的山寨糖果 随处可见 得知此事的网卡分闷至极 于是一气之下 辞掉了所有员工 关闭了工厂 自那之后 网卡工厂停运了许多年 但在20年前 工厂再次卷土重来 然而却在也不见 任何一名员工露面 就是这样一个神秘的地方 让查理心吃神网 做梦都想进去参观 如今千载难逢的机会已经出现 但没钱买巧克力的他 也只能默默看着机会被他人获取 但正当他感到失落的时候 父母却冒着风雪 给他买回来了一块 就当是提前给他的生日礼物 虽然他们知道 中奖的概率很小 但还是希望奇迹能够出现 看着手中珍贵的巧克力 查理却有点舍不得打开 但在爷爷的极力要求下 他还是小心翼翼撕开了包装纸 随后又在一家人 翘首以盼的目光中 慢慢打开了里面的锡质层 不过很可惜的是 里面没有讲圈 看查理有点失落 妈妈温柔地提醒他 虽然没有讲圈 但最起码有巧克力吃啊 这话让小查理豁然开朗 他开心地把巧克力掰成了许多块 让家人一同品尝这份难得的美味 第二天 爷爷偷偷把查理叫到身边 拿出了珍藏一辈子的圆大头 原来不服输的他还想再是一次首期 于是拿出毕生的私房钱交给了查理 当查理快速买回来之后 这次爷孙俩不再小心翼翼 而是一起迅速扯开了包装袋 但遗憾的是奇迹依旧没有发生 感到毫无希望的查理 一个人跑到了汪卡工厂门口 看着紧闭的大门 更是觉得自己注定于里面无缘 可就在回家的路上 他意外捡到十块钱 并承着捡到的钱 要立刻花到的原则 他拿着钱就走进了附近的一家商店 买下了一块老板随手递过来的巧克力 不抱任何希望的他随手撕开了包装 没想到一张惊灿惨的奖券竟映入了眼帘 商谱老板看到后激动地瞪大了双眼 旁边的客人更是立马凑到查理跟前 直接出假午时 在家一辆自行车想要跟他换取奖券 随后又有人立刻加加到了500 实在看不下去的老板立马呵止了这种行为 并提醒查理赶快回家 不要被任何人骗走奖券 查理听话的飞奔回小房子 随后把奖券递给了爷爷 而当爷爷看到奖券的那一刻 原本瘫痪多年的他不仅一下子跳下了床 还在地上欢快地跳起了舞 可就在所有人沉浸在喜悦中的时候 查理的一番话却打断了他们 他说有人愿意出高价买这张奖券 如果把券卖掉 那我们就有钱过好一点的日子了 原来他的父亲之前在以加亚高厂工作 一个人那微薄的工资本来就不足以支撑七个人的生活 然而自从今奖券的消息出来之后 全世界巧克力的销量大增 蛀牙的人越来越多 导致牙膏的销量积聚增多 牙膏场为了降本增效 高价迎进了机器人操作 这也导致流水线上的父亲被迫下杠回家了 小小的查理一心想着家里的生活 可外公却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 因为他觉得世界上有那么多钱 而且每天还在源源不断地营造 可奖券全世界就只有武装以后也再不会有了 只有傻子才会放弃稀有的奖券 去换取金钱那种俗奇的东西 至于生活以后总会慢慢变好的 虽然年纪上小的查理没能完全明白话中的深意 但以后他肯定能记住 有些东西远比金钱更加重要 就这样查理正式成了第五位 可以进入网卡巧克力工厂参观的幸运儿 不久后查理终于迎来了参观工厂的日子 这天天还没亮工厂门口就寄满了观众 五名幸运儿也都按要求 各自带了一位监护人前来参观 而查理最后选择的是 让曾经在网卡工作的爷爷陪同 随着工厂大门缓缓打开 查理他们终于踏足了这个神秘之地 也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威力网卡 只是令他们大跌眼睛的事 网卡竟然是个脸色苍白 戴着巨大眼睛和夸张帽子 留着起刘海拨拨头 说话听起来非常不着调 不说话又看起来很恐怖的神经质 不过好在来参观的十个人里 除了查理和爷爷之外也都有点不正常 接着一行人在网卡的带领下 很顺利地进入到了工厂内部 他们先是穿过了一条铺子红毯 但却有按身长的走廊通道 随后又来到一个只有小人 能钻进去的大门 所有人都对这个设计感到诧异 但当门打开的一瞬间 所有人又都发出了惊叹 这里像是仙境中的花园 色彩缤纷美地让人窒息 不仅如此目光所及的一切 全都是用糖果打造的可食用品 就连瀑布流淌的也是巧克力液 旺卡说只有经过瀑布不断流动搅拌 才能做出口感丝滑地上层巧克力 说完便热情地邀请大家随意品尝 大家听了全都兴奋不已 却不知道这童话般的世界 其实是孩子们的考场 不出所料 不喜欢糖果的学霸 开始肆无忌惮搞破坏 小胖子如同饥饿的野兽 锁到之处一片狼藉 好胜的金发没对谁 都是敌意满满 而什么都想要的小公主 却把目光盯上了不远处的小矮人 旺卡说这些小矮人 就是这里的员工 很久以前 我在一次寻找原材料的旅途中 误入了他们居住的小岛 他们之前每天都一年糊糊的 驴虫子卫生 但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是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 只可惜他们岛上少得可怜 于是我跟他们的酋长达成协议 只要他们愿意来窝厂里上班 厂里的可可豆随便他们享用 就这样我拥有了一批忠诚能干的员工 就在汪卡讲述故事的时候 贪吃的小胖又对河里的热巧克力下了手 只见他趴在河边狼吞虎咽不停往嘴里眩 结果一不小心整个人栽了进去 小胖在巧克力河里拼命挣扎 胖妈则在一旁急切地寻求帮助 单网卡却没有下去拯救的意思 而是一个眼神启动了一个机械管道 把小胖从年绸的河里吸了上去 然而管道太细 小胖被卡在了中央 突然一群小矮人聚集了过来 他们又唱又跳好不热闹 而歌词大意却是 小胖贪吃心又坏 全是因为胖妈的纵容和溺爱 表演结束后 小胖被安全传送到了软堂房间 胖妈被小矮人拉着前去救人 就这样小胖成了第一个被淘汰的小孩 而富豪听出了表演里的歌词明显提前排练过 便问汪卡是否早已知道了结局 但汪卡没有理会富豪的疑惑 而是带着众人乘坐龙舟前往下一个地方 在幽暗的河道里经过一番急速前行后 龙舟风驰电车般地来到了发明时 这是汪卡研发新品的地方 这里有着能让人精神工作一整天的薄荷糖 有给贫困小孩一年都吃不完的硬糖 甚至还有帮助生发的太飞糖 只不过这个糖还在实验阶段 生发效果很不稳定 一不小心可能还会让人变成全身长满长毛的原事业人 但最为特别的还是一日三餐口香糖 汪卡自豪地说 这是全世界乃至全宇宙最伟大的发明 虽然它看上去是一块口香糖 但却包含了番茄 牛排 荷兰煤排三种味道 而且不仅真的能填饱肚子还不会使人发胖 只可惜现在依旧存在一些小问题 一听说是轰动世界的发明 好胜的精发没不听什么副作用 直接把口香糖放进嘴里疯狂咀嚼了起来 刚开始他确实吃出了各种美食的味道 可吃着吃着他的鼻子开始变蓝 紧接着全身上下都在变色 之后身体也逐渐膨胀起来 很快就成了一只巨大的蓝莓模样 可即使如此他也不愿将口香糖吐出来 看到这一幕的妈妈也慌了 但他首先关心的不是女儿的身体 而是认为这样的女儿不能要了 因为不能再去参加比赛给他争面子了 突然那些小矮人再次出现 他们依旧用畅调的方式宣布精发没被淘汰 而罪魁祸首正是他的妈妈 因为妈妈错误的培养方式 才导致了精发没虚荣心爆棚 面对妈妈那怒不可乐的表情 旺卡却嬉皮笑脸地对他说 你的女儿即将被送去榨汁 到榨汁间去等他吧 说完他带领剩下的人继续参观 这次他们来到一个坚果房 这里像是一座工厂流水县 不过干活的不是人 而是一群松鼠 旺卡说只有松鼠才能将和桃人完整地取出来 就能分辨出核桃的好坏 如果是坏核桃 他们会直接兜进身后的垃圾桶道 看见这么聪明的松鼠 小公主立马两眼放光 接着就对旁边的富豪老爹说 我想要一只下面会工作的小松鼠做宠物 富豪认为家里的宠物已经够多了 然而他却说 我现在只有一匹马两条狗 四只猫咪 六只兔子 两只鹦鹉 三只金丝雀 一只乌龟 和一只笨仓鼠 无奈之下 才大气粗的富豪只好向旺卡开口 只要能满足女儿的愿望 他愿意出任何价格 以为又能如愿以偿的小公主 一脸假笑地望着旺卡 然而得到的却是旺卡的直接拒绝 他顿时脸色大变 气呼呼地对父亲说 如果你不能给我弄到一只松鼠 那我就下去亲自抓 说完他直接钻过栅栏 气势汹汹地朝松鼠走去 看到有陌生人闯入 松鼠们抽动着鼻子 似乎闻到了坏核桃的味道 当小公主伸出魔爪想抓一只时 所有的松鼠全部快速跳下工作岗位 随后一拥而上将小公主团团围了起来 随后又被分工明确的松鼠束缚起了四肢 紧接着一只松鼠在他的脑袋上敲了敲 又凑近听了听 再去扔了它是一个已经坏透的核桃后 所有的松鼠一起将它拖着扔进了垃圾通道 当任性公主被淘汰后 旺卡也打开了尾栏 富商老爹小心翼翼地来到通道口查看 却被小松鼠一个飞踢也送了进去 当然这次也少不了小矮人们的唱跳 而小公主被淘汰的原因就是 一个失败的父亲关坏了自己的女儿 此时只剩下查理和小学霸 他们跟着旺卡进入了一个完全透明的电梯 这个电梯上下左右都可以移动 随着旺卡按下按钮 电梯梭的一下开始不停穿梭 途中他们经过了软糖雪山 看到了棉花糖生产车间 还有漫天炫烂的烟花炮弹 可面对如此神奇又壮观的景象 学霸却觉得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但查理认为汤果本身就没有意义 只有吃尽嘴里才被赋予了价值 说话间他们又来到了一个科技感十足的房间 一进门 旺卡就嘱咐大家赶紧戴上护目镜 因为接下来要观看最后一项 电视巧克力的伟大发明 旺卡说这个发明可以通过电视 把巧克力从一个地方传送到另一个地方 说着便叫来小矮人做演示 只见小矮人太来一块巨型巧克力 接着把它放在了传送台上 随着一道刺眼的白光闪现 巧克力真的出现在了电视里 查理壮着胆子把手伸了进去 居然真的拿出了一块正常大小的巧克力 见此情形雪霸瞬间不淡定了 他大妈网卡就是个小可爱 这么厉害的传送机居然只用来传送巧克力 简直就是暴殿天物 说完他决定亲身体验一下 这台足以轰动世界的机器 只见他兴奋地跳上传送台 并不顾网卡的阻拦按下了按钮 接着他被慢慢吸进了管道 一阵刺眼的强光过后 他果然出现在了电视里面 但身体也被缩小了许多 当老父亲小心翼翼地将他拎出来后 身体依然没能变成正常的大小 老父亲有些不知所措 然而却被告知 可以去拉太飞堂的房间 看看是否能把你儿子拉回正常 就这样第四个狂妄自大的雪霸 也被淘汰出局 而查理也顺理成章地 成了终极大奖的获得者 旺卡疯狂地握手祝贺他 然后带着他和爷爷回到了透明电梯 随着旺卡按下向上的按钮 电梯快速冲破天窗 直直地飞向高空 此时被淘汰的几人 也正狼狈地走出工厂 小胖依旧是满身巧克力 也依旧是那么爱吃 金发霉浑身发蓝 上下变得极其柔软 小公主和他的富商老爹 顶着一身恶臭垃圾 像是从垃圾堆里 刚刚爬出来一样 雪霸则被拉成了一张巨型纸片人 这些都是失败教育导致的后果 孩子本应该是善良 不家道士的 结果却被家长逐步带向了各个极端 但经过旺卡的这次考验 他们或许已经审视到了自身的问题 另一边旺卡他们乘坐电梯 直接冲破查理家的屋顶 来到了查理家中 随后旺卡当众宣布 查理是神秘大奖的获得者 而这份大奖就是巧克力工厂的继承权 原来他在半年前理发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尖头滑落的一根白发 这让无儿无女的他顿时感到担忧起来 万一我死了 谁来照顾我的工厂和里面的员工呢 于是才想到了这个寻找继承人的方法 但前提是 查理必须独自一人住进工厂 因为那样才能专心研发出更奇特的糖果 旺卡觉得生活穷苦的查理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接受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查理竟然拒绝了 因为在查理的心里 没有什么比家人更重要 旺卡听后觉得难以置信 因为他始终认为家人是痛苦的存在 原来旺卡的父亲是名牙医 为了保护旺卡的牙齿 从小不仅给他戴上了酷刑般的牙套 还禁止他吃任何糖果巧克力 好不容易万圣洁偷藏了几颗糖果 在被父亲发现后全部都进了货路 不过第二天 他发现了一块没有烧尽的巧克力 于是不顾父亲之前的叮嘱 直接撕开包装放进了嘴里 也正是这一口让他彻底爱上了这个味道 之后他开始品尝不同口味的巧克力 每次吃完还要把特点认真的记在本子上 并立志做出全世界最好吃的巧克力品牌 可父亲得之后却大发雷霆 还威胁他说如果你去买巧克力 那你就再也不是我儿子了 如果你赶他出家门一步 我就立刻搬家再也不回来了 没想到一向听话的旺卡这次却叛逆起来 他真的背起书包离开了家 可等过两天回来时才发现 父亲也是一言九鼎说到做到 他宁愿把整个房子都挪走 也不愿再看一眼不听话的儿子 自此之后他们父子现在也没有联系过 孤独的旺卡只能将自己封闭在巧克力工厂 对家人这个词也越来越陌生 所以当查理因为家人拒绝他时 他感到十分不解但也只能失落离开 可没想到的是这件事之后 查理家的生活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位老人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好 爸爸又回到牙膏厂成了修理机器的师傅 懂事的查理也会经常去街上擦皮鞋赚钱 他们一家不仅在也不用吃菜也菜帮 还一日三餐都吃上了肉品和甜点 可另一边工厂里的旺卡却是另一副模样 他开始陷入自我怀疑 开始思考糖果的意义 就连新研发的口味都大不如从前 无奈之下他再次找到了查理 询问他心情沮丧的时候怎么让心情变好 查理说很简单那就是跟家人在一起 旺卡虽然表面很抗拒提起父亲 但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再想念着父亲 查理看出了他内心的纠结 于是提议陪他一起找父亲化解矛盾 而这也正是旺卡的真正目的 随后两人乘坐透明电梯 来到了旺卡阔别多年的老房子 此时白茫茫的大地上 只有这一栋房子孤零零的屹立着 好像在等待旺卡的归来 俗话说近乡情更切旺卡也不例外 尤其要见自小就很害怕的父亲 可真当见到父亲的那一刻 他又不再害怕反而感到一阵失落 因为父亲没有一眼认出他 只是把他当成了来检查牙齿的客人 进屋后查理惊奇地发现 墙上挂着许多被精心表镜相框的报纸 而报纸内容全部都是旺卡和他的工厂 原来父亲一直都在默默地关注着旺卡 他对旺卡的爱从未间断过 不仅如此 当他检查旺卡的牙齿时 也瞬间通过牙齿认出了旺卡 阔别多年的父子终于在此相认 他们拘谨有小心地包在了一起 长久以来的隔阂也就此烟消云散 之后查理答应了继承旺卡的工厂 还带着家人一起住了进去 而旺卡也融入进了查理的家庭 感受着最原始最温暖的亲情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是由蒂姆波顿知道 约翰尼德普和弗莱迪海莫林仙主演 上映于2005年的奇幻类电影 旺卡是一个脸色苍白性格怪异 但有很多奇思渺想 发明了很多神奇糖果的巧克力制造商 他研发的所有产品都深受人们的血爱 但无论他本人还是他的工厂 都是民一样的存在 因为20多年来从未有人进出过他的工厂 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发现需要一个继承人 等他死后来接管他的工厂和员工 因此他用自己的方式选出了5名候选人 并在经过一系列的考验后 选定了一个名叫查理的男孩 查理生活在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中 但他却有着很多人没有的高贵品质 更有着一个充满温馨和睦的大家庭 在查理看来没有什么比家人更重要 只要有家人陪伴 一切沮丧和困难都能被克服 但家人有时候也并不都是完美之人 就像有的家长会纵容孩子 有的家长会溺爱孩子 有的家长会错误地引导孩子 导致孩子走上企图走向极端 所以作为家长需要时刻反省 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是否正确 作为孩子的第一人老师 我们的很多行为和话语 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 孩子身上那些我们看不惯的坏习性 或许就是从我们身上获取病发展而成 当然除了要以身作则做出表率 还要对孩子的错误行为 及时制止及时纠正 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是非观 好的一定要表扬坏的坚决要惩罚 而不是一味的溺爱或者一味的打压 这样才能让孩子健康健全地成长 整个家庭业才会其乐融融和谐顺遂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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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